吉隆坡娱乐场所需要在凌晨1点之前结束营业 这项建议就引起了千层浪 行动党甲动区国会议员李立盈就认为 这个做法不仅仅冲击吉隆坡的旅游业 还为执法人员制造了更多贪污滥权的机会 趁机向业者收取贿赂 联邦直辖区部部长卡丽莎默找钱表示 从明年1月起 吉隆坡各大娱乐场所最迟必须在凌晨1点关门 好让民众可以早点回家陪伴家人 对此林立盈就提出质疑 为何同样售卖便宜烈酒的妈妈当和路边摊 却可营业超过凌晨1点 这存在着双重标准 你的出发点是说要让人不要在外面留大 1点过后要回去陪家人 所以娱乐场所要1点关 但是妈妈当小贩就可以20小时 这个不逻辑吗 林立盈也表示如果政府限制娱乐场所的营业时间 那么就等于将外国游客拱手让给邻国 这将冲击我国旅游业 林立盈还透露一旦这个政策落实后 这将导致娱乐场所业者贿赂执法官员的现象变本加厉 很多夜店现在来剩是1点 不过他们开到通宵 难道DBQ执法人员不懂的吗 难道警方不懂的吗 某些执法人员都是定期每个月跟他们收保护会的 所以现在你说我要严厉执行1点 制造更多机会给他们拿更多的贵赂金 林立盈透露截至目前为止 已经有5名吉隆坡国会议员 向卡丽莎默表明不同意夜店 1点打样的立场 她也鼓励民众和业者向个别选区的国会议员提出意见 所有的意见将会提成到由联邦直辖区部部长 吉隆坡市长以及国会议员组成的委员会 进行讨论 讨论结果预计明年的1月1号之前出炉 NTV7采访报导